机械腕表不够时尚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身为长期在钟表行业工作的女性 我一直认为腕表设计本身 其实就是时尚与文化的一部分 面料材质的研发 直接影响了时装产业的发展轨迹 就像1970年代 爱比大胆的启用 金刚材质并使用最精道的手工 和无懈可击的完美设计 打造出第一代皇家橡树表款 因此带动了整个钟表行业 对金刚材质的重视与发展 站在钟表行业的时尚尖端 爱比没有停止对材质的尝试 早在1998年 就已经开始制作钛金属材质腕表 后来还有锻造碳的先锋材质推出 而今日已经颇为普及的陶瓷材质 到了爱比的演绎 以手工创造出从前只会出现在金属质地上 如丝段般的雾面拉丝效果 心细手巧的爱比 犹如一名才华洋溢的高定服装设计师 以材质塑造风格 以手工打造材质的新风貌 即便是在钟表行业高端品牌惯用的黄金材质 爱比与佛罗恩萨珠宝设计师 Gaholina Bucci携手 运用意大利传统手工艺 在黄K金材质上 以手工精致锤炼出 细致如沙且如宝石般闪耀的光泽效果 Frosted Gold 给你感觉 它像金属 它亮起来像金属 它不是金属 它是手工� 我们制作 Roll на架包 和帽子 才能带颠绾数 你可以玩意 然后这就是AP做的 我们来看看不同手工 把它放松的材质 来给看颠组设计观感 金色在时尚舞台上从不缺席 这个象征尊贵的仪式感 且独特自我的色调 在爱比的手笔下 可以是温暖且独一无二的纱金色 以纯金混入不同配方的铜和靶金 创造出介于白K金与玫瑰金之间的 一种特殊如沙滩般的金色 手工断面拉丝与抛光打磨的效果交错 在不同的光线下展现出不同质地色调的金 高级钟表品牌的创作与高级定制服其实无异 强调高贵的面料材质 讲究手工打造细节 以及剪裁设计的独一无二 这些共同点把爱比与高定服装设计师 Tamara Ruff聚合在一起 双方合作出皇家橡树概念系列 浮动式铜飞轮腕表 如剧场阶梯 又如古典杀群层叠的立体盘面 原型框架包围中央钻石镶嵌的铜飞轮 加上以双金工艺打造出线条锐利 性格独特的表壳 整体层次分明的金质腕表 犹如一席驾驭全场的金色战袍礼服 the idea behind this collection is to explore new territories in terms of hand finishing materials, movement display, the size of the case 很像古典的古典,而且非常充滿 特別是這個模特兒 你會看到不同顏色、手製作和質感 這就是古典的古典的古典 和細節的概念 女性迷戀時裝的多變與精彩 因為時裝以風格來定格時光 而艾比則以手工藝雕塑時間的風扇和形狀 打造出專屬於艾比風格的女主角們 MING PAO CANADA